10月30日李锦亮即将迎战职业生涯最强大对手 被看作是冠军苗子的恶狼齐马耶夫 虽然齐马耶夫赛前多次对李锦亮表达了不屑 比如称没听说过李锦亮 不会读李锦亮的名字等等 但是他又特意用中文录制了视频来挑衅李锦亮 还频频发言玩起了心理战 齐马耶夫当然是一位强大的对手 但李锦亮同样也是他职业生涯挑战过的排名最高的选手 面对李锦亮他的优越感又从何而来呢 面对强如庞奇尼比奥等知名选手 李锦亮还不是一拳送他回家 所以正如李锦亮所说 既然两人能够相遇 就说明他们的水平是相当的 胜负只能看临场状态与针对性备战水平 当然比赛中任何结果都可能发生 但是想要靠赛前的一些心理战就吓倒李锦亮 显然这只恶狼真的不知道中国MMA一哥到底有多刚 是恶狼吃肉还是吸血磨喝血 大家怎么看呢 为了解释一下